我们这个HV疫苗 我前面已经说 它是一个预防疫苗 它不是治疗的 我也提到了 你已经感染这个疫苗 感染这个HV病毒 再打这个疫苗 并不能够起到 你期望的一个治疗效果 那么这个疫苗 我们医学上讲究的经济性 那么包括现在的二价 四价九价 你如果得了其中里面 亚型病毒感染过了 HV感染过了 你如果再去打 你相应的亚型 感染的亚型的一个效果 肯定是要下降的 那么你如果 比方说九价一年 你六十一型已经感染过了 那你其他的亚型 还是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治疗效果 要比那些从来没有感染过的HV 感染过的一些病人 这个效果肯定要好的 这是一点 第二点 那么如果你已经感染了 我们医生个人是建议 包括我个人 还有一部分医学专家也都建议 你可以考虑先治疗 或者等他自己转阴再去打 这样效果相对会更好一些 但这个时候 我前面已经提到了一个经济性 经济性什么概念 就是说你同样花了 像酒价疫苗要4000块钱左右 这个是对我觉得 是蛮昂贵的一个疫苗的费用 那么这么多的一个钱投下去了 你愿不愿意接受 比人家获得的回报要少 这个是个很重要的 你比方说你感染过了 或者你已经感染很多种亚型 现在打的酒价也只能够对 里面的两种或三种亚型 可能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那这个时候你花了4000块钱 你得到的效益 可能只有1000块钱 或者2000块钱 当然你觉得 我愿意为这点效果 已经打折够效果 同样花这么多钱 那OK